六十,《蘋果日報》2009年10月23日報章 E.04名彩論壇 G.G.西語拜佐丁山披途嫁女披途嫁女 新郎以前做牛仔副生意,據披途說, 她認為牛仔副生意已是舊經濟,而未來前途是新經濟, 講下講下就說服了女婿轉行到環保業,好野波, 環保夠時髦,夠綠色,又可以發大財, 是在人為姐,看下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就知道了, 下台後憑她的知名道,周圍宣傳全球軟化, 憑演講、網站、紀錄片、等等, 以賺得上億美元收入,比克林頓富有得多, 普通人不可以學國異,但可以從中取得靈感, 又看下比亞迪,股票編號1211,製造電動車電池, 得不非特體起入貨,股票就由八個幾升到現時的八十幾, 不非特計中石油之後,又是賺到笑, 比亞迪說到底,是一個環保汽車概念故事, 人家早著先邊,憑環保概念發財, 我們不恨得這麼多,PATO信足董母節, 或者早已空有成竹, 認定女婿應該從事環保業都未定, 十月十八日晚,男女家在君月酒店擺酒, PATO遊走全場招呼客人, 鬼敢風騷,上台講話, 亦幽默風趣兼而有知, 她為親家,新郎父親蔡先生要看著稿子來講, 以為會悶點,怎知講到婚姻時, 她說教兒子如此, Marriage is all about give and take, the husband gives and the wife takes, 全場空然大小,現代女士可能不同意, 但如果什麼都是丈夫給了, 太太收了,做太太的多安樂呢? 至於蔡先生之與大相關, 自己斷摩可也, 宴會常碰到PATO有份的團體 馬正本人心的連馬斯蘇保羅、 佐丁先生跟她講, 你隻雅雪在印度新年之日成為大熱門, 竟然落第二回, 那群印度人馬主真是人人心律不正常, 我亦雪到心律不正常。 蘇保羅說, 我到波,現在都還未恢復心律正常呀, 跑馬就是這樣的, 無運氣好難贏馬。 PATO曾經講過正本人心的腳有些事, 故此轉入蘇保羅馬房慢慢療傷, 好返之後必然有馬贏, 一於聽住先, 希望正本人心說到時成為熱門, 會保持心律正常, 講到心律, 得接記者電話, 知道欺慎主席李定昌突然於十月十七在家細細, 原因不明, 人生無常, 想起去年曾在醫院碰到她, 大家非常好談, 她當然是精神逆逆啦, 五十五歲而已, 為何去得這麼快的, 不免有些驚驚地, 此值何值, PATO嫁女好日子也, 誰有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之歎。 萬分…